机车考照有新制 从今年5月3号开始 就算你已经有汽车驾照 报考机车驾照时 还是需要参加比试 许多人怕麻烦 赶紧来完成路考 公路总局在比试中加入情境考题 踢库从原本的600多题 增加到1600多题 正式考试初题数 也从40题增加到50题 让机车驾驶上路后 可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现在的汽车跟机车的这个提顾 事实上已经有分流 而且有显著的差异 各界交通的单位 都针对这个机车的这个事故 来怎么样来降低它的伤亡 来做这个一些改善 纯台每年约有26万人 申请报考机车驾照 其中持有汽车驾照 来报考的大约是5万人 占每年报考人数的19% 除了在网站有公告 就是因为这要这样比试 二来我们有这部分的人 我打电话跟他提醒一下 说有这个考试的情况 让他比试 让他要先准备 公路总局发现 参加过机车驾驯班 再来考照的人违规风险 会减少约三成 肇事风险也降低两成 因此也祭出 在今年11月30号前 报名合法驾驯班 并考取驾照的人 补助1300元训练费 作为鼓励 希望大家具备 更完善的能力 安全上路 大家新闻 是雨山张略嘉 台北报道